歐廷 贊 贊 連動中正浮輪社 贊 想像浮輪 愛無限 我們恭喜 Sam 安任2023-24的社長 讓大家掌聲鼓勵 但是我們補腳一個就可以抵敗了 大家很幸運美滿 謝謝大家 都能夠白頭偕老 勇於愛和 然後身體健康 長長求求 也祝我們中正社社運參榮 鴻谷大展 好 謝謝 國際浮輪上運地區屏東縣第一分區 屏東中正浮輪社第180次立會 立會開始 國際浮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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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個 那個 那個 的記者黃小姐 有今天很動人現場 應事先門新置物 依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依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康平 還有秘書 Wendy 以及我們的PE Sam 以及在座所有的PP 寶卷 夫人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今天算是 我在這屆社長 最後一次主持立會 內心 有點感傷 應該說是蠻輕鬆的 對 非常感謝 當初在創設的時候 我們的CP Jelly 邀請我一起加入中專部的社團 這個社團 也是我人生當中 第一次參加這種 屬於民間的國際性的社團 對 這八年來 我一路在社團 學習很多 尤其在這一屆 非常感謝大家 鼎力的支持 能夠當上 第七屆社長 非常感謝 在這一年來 內福也真的是 就是學習成長很多 那 打從知道要接社長之後 我就知道說 當一個社長 要當好當晚真的不簡單 尤其在去年接任之後 哇 就覺得說在座的這些前輩 PP們 真的是 也是 也是在當社長的期間是蠻辛苦的 這樣子 對 我相信在七月 七月一號過後 由我們的San 他要接任我們新的一個社長 由他來帶領之下 跟我們的新的秘書 不論這樣子一個搭檔的話 我相信 中正社會 越來越茁壯 越來越成長 很開心 能夠參加 我們ProCharts 丁教授 他受 受訓的一個典禮 那 真的是很不簡單 那我們 好 今天我們的主講者是 他的公子 浩亭 那 今天他講的一個主題就是 我們與港的距離 那他 那個 等於丁老師 這個是 三個 就是 丁老師跟浩亭 還有郭亭 都是 很優秀的人才 那 丁老師他在 水利工程方面 他 河川的專業 蠻厲害的 那我們的浩亭 是有關涵的部分 對 各有專長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話 很開心 能夠邀請浩亭來 那 我看我們工廊 已經有在 就是 大家可以接龍了 大家 有所 那所以就請大家 那 就是 熱情的 然後先介紹一下 我自己 我是 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畢業的 然後 後來在 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做了碩士 我們土木的家庭 很大 所以 當初會 念土木系 是因為 那是因為 爸爸的原故 從小就是耳濡木 就是 帶 帶我到很多工地啊 然後 常常講一些 那個工程的事情 然後 也到 來的二峰鎮 開一些 那個取水工程 所以 從小就對於 土木這件事 就 很有印象 然後後來 畢業之後 就去 那個 齊山 第八軍團 做 當兵 然後那時候當兵 也是當 工兵 剛好就是 軍團裡面 有一棟 建築物 他是 圍龍 就是那時候 假形大地震的關係 那時候結構祭師 他就拼命說 這棟大五是圍龍 要拆除 那時候我進去 剛好就是 請我當 兼工 去 兼工這個 圍龍拆除作業 然後我就說 就是 那時候剛好也是 剛畢業沒有 沒有經驗 然後就 接下支部工作 就是 也是我第一 第一件工程 然後圍龍拆完之後 做了一個 就 把那個圍龍 移為平地做為停車場 然後 在 我退伍之後 的第一個工作 因為想說 土木 爸爸常說 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 最重要的 就是經驗的累積 然後經驗累積完之後 你有做工程 就是 會有一個成就感 像 像我父親 他 在做 郭榜隧道 郭榜隧道做完之後 他就可以跟 後面的人 想說 欸 郭榜隧道是我做的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喔 就是 不錯 然後 想說 看一下 有沒有 什麼 大工程可以做 以後 也可以跟他一樣這樣子 說 欸這個工程是我做的 然後讓大家 覺得光露湘海這樣子 所以 那時候剛好 那個高雄 車站 有做一個地下化工程 也是 蠻大件的 那個土木工程 所以我就剛好 因為有機會 進去這個 融工工程公司工作 然後融工工工公司也是一間蠻大的公司 像 雪山隧道 然後 真溫水庫 然後 之前 我父親常說的 過馬隧道 其實也是融工工程做的 十大建設 對 十大建設 有力的 有力的推手 這樣子 所以 那時候就進到融工工程裡面做一個服務 然後 做到 大概一百零五年的時候 就是 我們火車 就全區的那個高雄火車 地下化完成 然後 就是 就覺得說 剛好一個階段性的 任務完成 然後 這時候 就想說 可能可以換一個 因為畢竟在工地 也是有點危險性 所以想說換一個 比較 就是比較穩定的 工作 穩定但安全 就算了 超級黑衣服 那種 真的是 一向 有力的 有力的 被妳的 偶然 好 所以 是 偶然 那種 尊敬 水 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